今天上午 中国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出席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王毅在演讲当中强调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坚持互利共赢 平等相待 望美方通中方探索中美相互尊重 平等交往的新范式 王毅表示 纵观2021年世界形势 全球疫情跌宕蔓延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各国都在探索应对之道 人类需要做出正确抉择 中国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最早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 最早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生产合作 其今以下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近20亿剂疫苗 占中国以外全球疫苗使用总量的三分之一 成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 王毅强调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站在国际公平正义的一边 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 中国坚持互利共赢 平等对待 反对联合博弈 强权霸凌 王毅指出 一年来中美关系之所以遭遇严重困难与多重挑战 根本原因在于美方对中国和中美关系做出战略误判 美方的错误言行不仅严重损害两国人民利益 也严重冲击世界和平稳定 斗则两立 斗则俱伤 这是中美半个世多世纪交往得出的最主要经验较绝 今后的历史必将继续证明这一真理 希望美方切实把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落到实处 践行承诺 曲线于人 同中方一道 探索两个大国的和平共处之道 王毅在演讲中表示 2021年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迈上新高度 树立了大国战略互信的典范 邻国互利合作的典范 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王毅特别提到台海局势新一轮紧张 郑洁就在于台当局企图以美谋独 美国及个别国家有意以台制华 这些倒行逆施违背了国际社会共识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王毅强调 台湾是终将回家的游子 而不应是被人利用的棋子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总台阳市记者 北京报道